欢迎收看今天文倩的事业周报 在本周一个重要的大事对西方来说 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长期发展 过去本来只是一个投资组合 叫做金砖四国简称叫BRICS 后来变成是金砖五国 那个S后来加上的是南非 之后现在加入了越来越多的国家 他们总体的GDP已经占全部全世界的三分之一 人口45% 而目前他们将挑战西方的秩序 还是平衡西方的秩序 所以我们的问题是挑战西方 要垄断的一场革命 金砖四国变成新型市场国家的新集团 而他们还要听命于美国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但是各国的态度并不相同 我们待会为大家做出一个相关的整理 首先我们来看 第一个在这一次的金砖会议呢 是由俄罗斯主办的 由普丁变成是主人 普丁本来参加好几场国际会议 他被列为战争法庭的战犯 他心里根本就很不服 他觉得那场雅虎都不是战犯 为什么他是战犯 而在这场金砖会议里头 最大收获的是中国和印度 双方呢 正式的进行边境巡逻的谈判 而且有重大的突破 将14年的中印关系渴望解冻 人们说在内忧外患之下 在印度方面是内部的种族冲突 他们希望全力发展经济 而中国方面更是因为 他的经济的停滞 目前的地方债务 已经压得中国喘不过气来 加上房地产的泡沫化危机 经济的停滞等等 这使得中印因此就解除了 他们双方过去 在边境中曾经甚至身体对身体的 彼此士兵的冲突 双方的领导者握手谈判 而正式的将14年的中印关系 正式的解冻 他当然某一个程度也挑战了 美国的印太战略 美国印太战略就是以印度为主 来挑战中国 但是印度只希望在经济方面 和中国竞争 而不希望成为两国的战争 也不希望担任美国和中国之间的 战争代理人 另外这一次有好几个 大英国协的成员 他们本来应该要去参加大英国协的峰会 因为这时间是重叠的 这里头包括了马来西亚 包括了好几个东南亚的国家 印尼等等 结果被金砖掩盖 部分成员国领导人 宁可转到金砖国家里头去 他们认为在这个集团里头 他们会得到比较大的一个尊重 而且彭博社的报道说 他们宁可见普丁 其实重点不在普丁 是他们宁可参与金砖国家 而不是参与大英国协 这么一个早就没落掉的 一个国协的高峰会 而莫迪对于这一次金砖集团 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他不赞成变成对G7的挑战 对西方的挑战 他认为在金砖的发展过程当中 必须避免成为反西方的集团 巴西的鲁拉总统 特别也提到 他说他不选边 他宁可采取美中两不得罪的 外交政策 而很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 过去土耳其是北约组织的国家 而这一次彭博社报道 土耳其参与申请加入金砖 这代表什么 代表土耳其透过申请加入金砖 组织向美国发出信号 不要把土耳其视为理所当然 美国的外交政策期刊特别报道 金砖国家将自己变成一场全球性的组织 这是一个世界史的一个革命现象 对西方长期变成是国际秩序 跟国际经济的唯一主导者 是进行了重大的挑战 在讨论这场金砖峰会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个重大的 乌克兰战争的一个发展 这个发展就是朝鲜正式的派3000名的军队 这3000名军队呢 第一个登陆的地方 是我们非常熟悉这个名称的一个海港 叫做海森威 从这个地方进入到了俄罗斯的内部 到俄罗斯的内部参战什么地方呢 就是前一阵子乌克兰派军队 正式入侵到了俄罗斯的本土 这对乌克兰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胜率 叫库尔斯克 而他入侵到俄罗斯的库尔斯克以后 有两个村庄俄罗斯立刻把人给退走 同一个时间 普丁不是到别的地方去 不是到前线来 他是马上从车程调兵 然后进入了乌东 在乌东那个地方 把好几个战略地 重要的地点的城市村庄 一个一个占领下来之后 现在回头他和朝鲜合作 派到库尔斯克这个地方 进行和乌克兰的正面作战 所以朝鲜派兵援俄等于是 俄乌战争跟朝鲜半岛的危机 变成同一个战场 你可以想象一个俄乌 一个朝鲜半岛 这是一个世界多么严重的一个战争时代 所以我们在昨天文献事 以色列那场战争 跟伊朗之间的冲突的时刻 我们就告诉大家 我们在迎来了一个战争的时代 而现在呢 中东也是这样 俄乌也是这样 朝鲜半岛是如此 而且是互相拉扯互相结盟 那这个互相结盟呢 它会使得伊朗 快速的发展核子武器 那它使朝鲜过去 虽然已经有核子武器 可是它的核子武器 本身很多武器本身的设备 并不精良 还常常打不准 那俄罗斯的帮助之下 它会差别非常大 而它这一次的正式的 派兵加入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 同时是进入一个非常象征性的 就是乌克兰 它真正的 唯一在这场战争之后 最大的胜利就是 占领了俄罗斯本土的 库尔斯克这个地方 结果朝鲜准备打造了地方 正是这个地点 三千名的朝军前进库尔斯克 而俄罗斯和朝鲜 对于俄乌战争 和联手起来展开战斗 对整个世界历史来讲 是新的一个篇章 而俄军的重点 过去是夺乌东的战略要地 这我前面讲过了 现在库尔斯克乌军 就把它某程度 他就交给朝鲜 而泽伦斯基的看法是 他认为 这个是一个重大的警讯 那欧洲的看法 觉得这是太严重了 如果朝鲜加入到 这一场战争里头来 虽然现在是三千个 将来的长期的军事同盟 对欧洲来讲 是非常大的一个威胁 而对韩国来说 韩国早就已经在乌克兰 那个地方提供武器 那这也变成把朝鲜半岛的冲突 也拉到了俄乌 又把俄乌的冲突 也拉到了朝鲜半岛 所以这个世界正是进入一个战争 或是准战争的年代 朝鲜三千名部队已抵达海森威 打了超过两年的俄乌之战 出现最大变数 朝鲜向俄罗斯部署军队 这意味着四个可能性 一是欧洲二战后最大规模战争 走向国际化 二是朝二两个核武国家结盟 将快速提升朝鲜的 核打击能力及技术 再则朝鲜派出的部队 虽不足以补足俄罗斯 所欠缺的兵力 但这只是第一步 第四则是当韩国早已提供乌克兰武器 协助作战 朝鲜参战代表俄乌及朝鲜半岛的 两大矛盾 未来将结合 成为欧洲及亚洲 同时陷入战争的恐怖局面 美国权威外交政策期刊诠释 这对莫斯科固然是件尴尬的事情 但对乌克兰来说更是个外消息 对韩国及世界其他国家 揭示非常可怕的发展 正在德国访问的分兰总统斯图布 被问及此事 他谈言 朝鲜援打乌克兰将导致冲突升级 俄罗斯与朝鲜今年六月 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双边关系大有进展 据韩国情报单位的说法 平壤规划派兵1.2万人 赴俄支援队伍作战 如此一来将对欧洲和平与安全构成 严重威胁 奥地利和德国因而召集韩国大使 了解情况 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则证实 证据显示 俄罗斯境内有朝鲜士兵 但在俄国做什么有待观察 if it is not only on, in Europe it will also impact things in the Indo-Pacific as well that the Russians are willing and able to use foreign forces to do part of their fighting for them we could then potentially see Iranian forces or other forces like that coming into the Ukrainian battle space 如果那是個個案 那這會問問 是否否俄羅斯和中央羅斯國家 會做同樣的事 據研判 受訓完畢的朝鮮士兵 將會送到俄羅斯前線 DP在23日 抵達俄羅斯西部的庫爾斯克 也就是烏克蘭軍隊 越境攻擊的地方 立陶宛提議 重新考慮法國總統馬克宏 曾經提出出兵援助烏克蘭的想法 只是在今年初馬克宏提出時 便引起軒然大波 美國和德國還迅速切割 現在局勢雖有變化 顯然多數西方國家 仍不想卷入戰爭 而這也給美國帶來幾個迫切的問題 紐約時報指出 普丁會給金正恩什麼 俄羅斯會幫助北韓發展 更具致命性的飛彈和核子能力嗎 另外這次的交流 是否成為危險的新軍事聯盟 美國國家安全和情報官員說 答案不明朗 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則認為朝鮮的主要目的 因是希望俄羅斯能夠提供 更高端的軍事技術 所以歷史上俄羅斯 曾經歷战的 提供很高的軍事 到南京的國安 但是這些 運作軍隊 金可以承認 一個普通的價錢 給他做了 和這所在辭職的 智慣也可能有 智慣的技術 智慧自寄 智慧 的事情 也說要 他的戰利物旅碑 就在國際高度關注之餘 北韓官媒朝中社公布了最高領導人 金正恩視察戰略導彈基地的照片 首次曝光北韓洲際彈道飛彈的基地設施 韓國軍事專家分析 此舉是預見向烏克蘭戰場派兵 美國、北約和韓國可能會進行的軍事施壓 因此對外所做的提醒 展現朝鮮是個擁有核武 有應對能力的國家 且在美國總統選舉前兩週公開 也有意對美傳遞自己具備報復能力的訊息 烏克蘭政府23日在社群平臺上發布了一段影片 還特別以朝鮮語配音 或與朝鮮士兵投降 和朝鮮語配音 俄罗斯外交部直指一切都与乌克兰两年来 要求韩国提供杀伤力的武器有关 而韩国显然是在西方的鼓动下挑衅 韩国防长金龙显则表示 这批富恶的朝军穿着恶军制服进行伪装 每人每月可从恶方获得约2000美元的酬劳 只不过是用来挡子弹的佣兵 然而不论是无中生有的挑衅 还是暗中进行恶朝联军 以让战争扩大的威胁一触即发 这是一场挑战西方垄断的一场革命吗 希望垄断全世界从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到20世纪 到现在金砖高峰会已经来了这么多人 从四个国家变五个国家到这么多人 那我们刚刚为大家报道过 印度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土耳其申请加入 另外好几个国家都现在表达了兴趣 这是一个在全世界GDP三分之一 人口45%的行政市场 组成的金砖会议 他们还要听命于美国吗 这是一个问题 是对抗西方还是求其平衡 我们刚为大家组织整理 印度的态度跟巴西的态度 都是说求平衡 而不要变成反西方 但是中俄 因为现在受到美国的封锁 都希望能够借由金砖会议来突围 美国的封锁 所以巴西跟印度的领导者 劝他们金融国家要发展的话 那你应该要团结在一起 求你的平衡 什么叫平衡呢 就是你不要听命美国 但是你要求他的政策平衡 可是你不可以对抗他 就是只要平衡就可以了 用你的团结的力量 要求他平衡 不是什么东西都是你们的 不是全世界的矿产 各种不同的资源 都要由你们来掌控的 我要你的是一个更公平的制度 可是你不可以走向对抗 因为他们还是真正强大的 不管从经济还是军事方面 而俄罗斯在俄罗斯 在俄罗斯在俄罗斯被西方孤立 普丁这一次主办峰会 可以说是非常的光鲜亮丽 那目前为止 土耳其申请加入 另外印尼 马来西亚 泰国都希望加入金砖会议 他们表示兴趣 希望因此就壮大了整个 这金砖集团 将来还可能会更大 而在金砖会里头 我们刚刚前面报道 最大的胜利者是中印双方 中印双方正式的和解 他挑战美国的印太战略的部署 而中印决定搁置领土争议 全面回来发展自己国内的经济 处理自己国内的问题 而不让G7主导世界 这变成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结论 虽然不是对抗 但至少不让你G7 全面主导全世界 所以联合国的秘书长 在这一次呢 也出席了金砖会议 那他就引来了 向以色列这些国家的批评 联合国的秘书长 抵达金砖会议后 呼吁第一个俄罗斯 你要停止战争 其实他的话是对的 他叫俄罗斯停止战争 他不是叫乌克兰 叫俄罗斯你要停止战争 而伊朗埃及总统就指责美国 支持以色列在中东的屠杀 由俄国主办 吴丁作东 二十多国领袖与会的 第十六届金砖国家峰会 二十三号 在俄国第五大城 福尔加河畔的卡山登场 于二十多年前 华尔街分析师点名的 四档新型经济体概念股相较 所谓的金砖 今天早已超越了B R I C 四个英文字母的范畴 而扩大成为金砖普拉斯 全球有三十六个国家派员参与 就连北约成员国土耳其 都由总统埃尔多安亲自出席 然而翻起灌溉云集 与数大辨试媒的表象 检视金砖的实质内涵 却会发现原始四个金砖成员国中 只剩下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实力 能与西方国家比较高下 其余两国俄罗斯和巴西 不仅成长迟缓 过去几年甚至倒退回本世纪初的水准 事实上自俄国禁逼东欧边界 与欧美决裂以来 金砖四国的含金量已经大不如前 然而虽然失去了华尔街的关爱 BRIX却以另一种形态找回了存在的意义 在就汗而热的金砖领袖晚宴上 与东道主普丁非公交错的 即使少了拉美最大经济体的巴西总统 却多了好几位来自中东的伊朗 阿联 埃及等国家领袖 以及白俄罗斯等莫斯科的亲密战友 西间交投接耳 与其说是经贸相关 更像是冲着地缘政治的近河 友因 呼朋引伴而来 西元活动 我们能够纠缘确定 一样的形象 是让号称俄国 十张最大外交盛会的 这一场领袖会议 从某个角度看 可以说是新冷战霸权角力 与新集团势力对抗的第一线 它不仅是俄乌战争以来 俄国总统普丁 首次有机会突破西方封锁 和国际刑事法庭的通缉令 在自家院子里扮捉宴客 更是中俄两国元首 近两年频频互访之后 进一步踩稳反美阵线 以及俄罗斯打造类G7组织 串联反西方势力的一次大会师 而在反美与反西方 这两个招然若接 却隐而未宣的大会终止之下 喀山会议上所高举的 一个具体实践手段 就是去美元化 这个充满战略意涵的财经词汇 短短16年间 金砖从四国扩增为九国 还有数十个国家排队等的入列 金砖集团的膨胀速度 让外界第一手观察到 确实有许多国家 对美国和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 和体制隐含不满 就以美元独大的金融汇兑来说 由于各国在国际贸易上 通常无法以本国货币交易 而必须仰赖美元作为中介的收复工具 以及储备货币 导致了原本属于内政范围 应该是基于国家的需要 和主权意志而运作的中央银行 与货币政策成了必须看美元 和美国联准会脸色的附用机构 而失去了各国经济发展的主体性 为了摆脱美元独大的潜质 二国当局在卡山峰会之前 就提出了一种由各国央行背书 透过类似虚拟货币的区块链技术 实现的跨国数位支付系统 来取代现行美元结算机制 这些国家的构币政策开始 这些模特性的赔货币政策 所以我们找到中国,Russia,India,Russia 和其他一样 甚至中国,United Arab Emirates 和其他一样 在Egypt上我们开始这些 与中国也同样 所以我说这就是流程 现在这就是流程 这就是流程的重要步 要被取得到的构币政策 中印两国应该从战略高度 和长远角度 看待和处理中印关系 不让具体的分歧 影响两国关系的大局 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推进世界多极化 做出积极贡献 作为金砖集团中 正正能与欧美分庭抗礼 洞见观瞻的两个大国 北京与新德里当局 在卡山峰会前夕 宣布了针对过去几年 引发国际高度关注的 喜马拉雅山区 边界争议 达成了初步共识和协议 未来双方将恢复外交接触 避免类似2020年的边界肉搏 跌血事件再次发生 虽然对于协议的具体内容 以及冲突争结的领土争端 该如何解决 中印官方都没有详细说明 但由于此一关系缓解时机 阵风金砖峰会登场 美国想要拉拢印度抗中 印度也想维持与俄国关系 以继续购买俄国军国 与低价原油 而北京则是面临经济下行 与外交情势转趋恶化 等执政困境 中印双方在这一连串 变动环境因素下 所做出的这个外交动作 令外界充满遐想 事实上就在金砖峰会 盛大举行同时 太平洋岛国萨摩亚 也正召开大英国写峰会 但仅有14国代表委会 且成员逐年减少 有据象征异味的 是印度这个过去 曾隶属大英帝国的殖民地 现在不仅GDP超越英国 更选择了参加绅士上扬的 金砖峰会 而非日落西山的宗主国际会 东升西降 南北对抗的现实 是否会给欧美阵营的 印太抗中战略 带来不可预测的冲击 和压力 将是下一届白宫当局 上任后必须立刻应对的课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无人机的时代来临 这我们过去做过报道 但是你可能觉得美国应该可以挡得住吧 现在连美国都没有准备好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在有一段时间里头 无人机机队连续17天 飞越美国控制的一个基地 这个基地呢 是Virginia的一个空军基地 他低空掠过 结果他飞过上空的时候 美国的空军将军Mark Kelly说 他不确定要怎么样看待 而且通常都出现在日落45分钟 到一个小时之后就会开始出现 那这个情况其实呈现出来 连美国都没有准备好 美国官部都束手无策 而从中东到俄乌战争里头 人类正是进入无人机的战争时代 军人不必再上战场 这是一个好消息还坏消息 因为过去军人上战场 像越战死很多人 美国就会有反越战 就反战运动就很强 现在不死人了 然后死的是别人 不是死你自己国家去参战的人 这使得战争更容易发动 就是只要军事力量强的国家 就更容易发动 所以对人类来说 这样的一个AI robot的发明 它等于是AI机器人的发明 是一个可悲的事情 事实上我在2014年的时候 访问了MIT麻省理工学院 过去发展了30年的SAR 这是我们讲的SAR的 而它低空掠过所有的 我们刚刚讲的 飞弹防御系统的拦截 所以那个飞弹的时代 过去了 来了无人机的时代 它可以斩首 可以携带盒子弹头 当然它的攻击的成本 非常庞大 以色列这一次 对于黎巴嫩 对于很多 加萨地区 对于 尤其是德黑兰的 很多攻击 很多都是使用无人机 它耗尽了以色列 至少十亿美元 美国军事经费区 遭到神秘无人机 轻易突破 这件事被压了将近一年 才由华尔街日报曝光 而且 入侵不是一天两天 是连续入侵 17天 几十亿更多 毕专门 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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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天 直到 在这里 在这里 连续入了 Langley Air Force Base along the Virginia shore 这是一个 地域的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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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扑光这个消息的华尔街日报记者认为 比起美军为何不击落这些无人机 更可怕的是事件背后隐藏的讯息 令人惊讶吗 事实上从中东到俄乌 无人机早已成为现代战场 不可或缺的武器装备 这里说的无人机 已不再是2022年俄乌战争初期 部署在乌克兰 移架动辄数百万美元的 大型土耳其无人机 而是像这样的小型无人机 Russian tanks that cost over a million dollars are being taken out by cheap consumer-style drones like this one that cost a few hundred dollars 无人机应用在军事上 是从俄乌战争才开始的吗 当然不是 2020年1月3日 从美军空中无人机发射的精准打击飞弹 击中当时阵型是在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 道路上的伊朗革命卫队少将苏雷曼尼 立刻被车身化成的火球所吞噬 当场丧命 前一年 U.S. intelligence indicates the unprecedented attack on Saudi oil fields originated from Iran 再往前推一年 2018年8月4号 委内瑞拉电视台向全世界直播了一场无人机暗杀 里面有点免费 在这个视频 你能看到一场爆炉 14秒後第一次爆發 聲音可以在聖誕場上聽到 使用AI系統的決定 在誰生和死 完全改變了整個環境 在我們基礎的戰略 《文獻世界週報》 採訪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計算機科學與人工智慧實驗室 前任主任 也是人工智慧機器人大師 Ronnie Brooks 他在2014年時就曾預測 未來機器人對世界最大的影響之一 就是無人機 他雖然不想這麼想 但他說這將是軍事的大趨勢 對於無人機在戰場上的急速發展 《國際關係》在最新一期期刊中警告 科技正在改變戰爭 美國必須適應 過去近20年來 無人機早已成為美國在反恐戰場上 偵查與打擊的主要模式 大大的避免了地面部隊的傷亡 但是Foreign Affairs警告 戰爭性質正在轉變 原因不僅僅是無人機技術的提升 更是因為無人機在戰場上的潛在優勢 以烏克蘭為例 他未必需要花費高達3萬美元 來購買可打擊500英里外的遠程武器 他可以用幾百美元的一架戰術無人機替代 俄羅斯也跟上腳步 大量使用伊朗製造的無人機 射程約為1500英里 價格在1萬到5萬美金之間 雖然可能需要多架才能擊中目標 但成本將遠低於使用更昂貴的武器系統 拿美國最先進的聯合空對面巨外飛彈為例 根據公開數據 每枚飛彈的成本高達100萬至200萬美元之間 更棘手的一點是 防御無人機攻擊的成本 遠高於發動攻擊的成本 文章提及今年4月 伊朗向以色列發射了超過300個無人機 巡弋飛彈和彈道飛彈 美國及以色列幾乎攔截了所有武器 但代價是什麼呢 據報伊朗發動攻擊的成本約為8000萬美元 但是防御成本達到了10億美元 一個富裕國家或許可以承擔幾次這樣的費用 但可能無法承擔20次30次甚至100次 以色列有美國無條件的支持可以如此揮霍 但是其他國家領導人問一問自己 你是以色列嗎 根據華爾街日報報道 美軍已經開始建立一所專門教授反無人機技術的大學 每年培訓大約1000人 每期課程持續一到三週 美國陸軍已向國會提出 在2025財年撥4.47億美元經費 用於反無人機項目的研發 測試與評估 事情的發展是否有些似曾相識呢 許多人常常談到台海危機裡頭 台灣最脆弱的是能源系統 因為台灣的天然氣的儲存時間只有11天 今天我們要為大家報道的是古巴 他們也被任何一個國家封鎖或是攻擊 它純粹就是预風的攻擊 那它也是高度的依賴 活力發電以後的石油 而石油都是外來的能源 所以如果一個國家 它本身的能源系統很脆弱的話 它示範了 古巴為我們示範了一個最糟糕的狀態 而這最糟糕的狀態呢 會變成什麼 它從區域斷電變成全國的電網完全癱瘓 而预風讓油船沒有辦法卸貨 所以油船沒有人擋它 也沒有人封鎖它 它到了 它無法卸貨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油船還比天然氣船來的穩定 天然氣船因為它本身是gas更是很容易 它變成液化天然氣船很容易爆炸 油船當然也很危險 所以它只要碰到预風或是天然氣船 更是碰到海浪很大 就沒有辦法卸貨 在沒有辦法卸貨的時候 古巴面臨了油氣儲存不足 這完全是台灣式的一個翻版 於是天災人禍就釀成了完美風暴 而古巴是九成電力 跟台灣其實幾乎完全一模一樣 都是仰賴進口的燃油發電 台灣可能更高 台灣的水力發電呢 現在人們的說法是 它有時候是看天氣 有的時候3% 有的時候5% 台灣的太陽能呢也就是5% 兩個加起來就剛好只有10% 其他90%不是天然氣 就是煤炭 就是石油 而天然氣的主存呢只有11天 確佔整個我們發電的比例高到43%左右 而古巴是也跟我們一樣 它也是九成 跟我們台灣相同是仰賴進口 它主要是用石油燃油發電 因此全球陷入了黑暗 人們說可能會爆發政權的危機 古巴示範了什麼叫能源脆弱 它不需要封鎖戰 也不需要敵人摧毀你的能源設施 只要自己的能源配置不堪天然災害 全國就會陷入黑暗 人民無電可用 試想 這樣的生活是什麼模樣 對古巴人來說 這是一場終於成真的噩夢 一個長期處於崩潰邊緣的電網 僅依賴巴作擁有近半世紀歷史的 古董級大型發電廠 不要說過去12到15年 完全沒接受過任何營運維修 燃料還必須全靠進口 資金吃緊的共產黨當局 根本無力負擔 根據紐約時報報導 古巴過去幾年 一直飽受輪流停電之苦 這場自蘇聯解體後30年來 最長時間的停電 源自10月18號周五晚間 首度哈瓦那東部一座號稱 古巴境內最大電廠發生故障 且為了疏解電網壓力 當局立即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關閉部分政府機構及學校至週一 並暫停夜總會等文化非必要活動 卻沒想到區域斷電 迅速扮演至全國電網癱瘓 整個週末四度重啟 卻仍無力回天 古巴政府將這波電力危機 歸咎於美國的貿易禁運 及川普政府加大制裁力度 嚴重限制了古巴的現金流 再加上美國財政部封鎖了 向古巴運送石油的油輪 更進一步推高島上的燃油成本 此時古巴東部又有一級颶風奧斯卡登陸 不僅引發土石流及洪水氾濫 釀成至少六人死亡 還嚴重摧毀電力基礎設施 當地根本就沒有應急人員 有足夠的技術能協助恢復供電 更不要說惡劣天后 還讓油船無法卸貨 更進一步讓危機加劇 古巴九成電力仰賴火力發電 燃料更全靠進口 偏偏近幾年 最大的兩個盟友 俄羅斯陷入戰爭泥鬧 委內瑞拉則因政局動盪而自顧不暇 雖然古巴透過各種管道 從美國進口了價值超過20萬美元的發電機 及100萬美元的空調相關零件 但民眾仍大量外移 光是過去三年 總人口就大幅減少了100萬 《華爾街日報》說 這場天災人禍所形成的超完美風暴 正讓這場供電危機 以一種非常戲劇性的方式 展現古巴政權65年管理不善之後的徹底崩潰 但無論美國或古巴當局都在嚴密防範 當地重演2021年7月停電期間 數千人走上街頭 從要求電力食物 進而衍生成全面政治變革的浪潮 復復會不會受到這種行動 或會被批評 目前首都哈瓦那九成地區已恢復供電 但整個古巴依舊是黑暗世界 全國復電率不到四成 在新冠疫情摧毀了古巴一度繁榮的旅遊業之後 這場史上最長斷電 正凸顯了古巴社會內部運作最大的風險 一顆隨時會引爆民眾起義的不定式炸彈 這場史上最大的風險 在新冠疫情上最大的風險 過去在這很長一段時間裡頭 美國總統大選雖然在即 但是股市的投資者 並不是那麼關心 川普和賀錦麗誰將入主白宮 直到本週 至於選舉日期不到兩週的時間裡頭 這一場總統大選 因為分不出來誰會當選 甚至害怕選舉之後 沒有結果或是產生暴力的問題 因此開始影響了美國的股市 週的美國股市道瓊下跌了0.61% Nexus上漲了0.56% 標普下跌了0.03% 一整週道瓊指數下跌了2.68% Nexus指數上漲了0.16% 標普下跌了0.96% 在美元指數的部分 很多人認為 依照目前美國所公佈的就業數據 還有美國所公佈的通膨指數 聯準會未必會一次一次的 有秩序的降息 美元又再加上中東的戰爭 因此變成币省貨幣上漲了0.77% 黃金期貨繼續還上漲了0.9% 人認為它還到3000美元左右 黃金期貨本周是2754.6% 再來我們來看原油的價格 在中東的整個情勢之下 紐約原油價格雖然最後 以色列並沒有攻打伊朗的石油設施 還是上漲了3.7% 波蘭特的原油價格上漲了4.09% 而天然氣更上漲了12.39% 因為俄武戰爭的整個緊張歧視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使得全世界開始進行避險風格的是 十年起的美國國債殖利率 本周大漲了3.84% 破了4的數字 4.2439 那美債這麼高的一個利息的情況之律 這麼高的情況裡頭 這樣當然會影響未來 整個各方面的投資 跟美國的國家如何處理它的國債問題 來看一下AI概念股 本周NVIDIA繼續漲幅2.57% MD漲幅0.17% 美國超微電腦漲幅0.02% Microsoft漲幅2.39% Alphabet Google漲幅1.18% 所以雖然美國總統大選即將到來 但是都沒有影響這些AI概念股 半導體的部分 Intel出現非常壞的消息 下跌了0.4% 台積電ADR上漲1.32% 一個說法是說 它在美國鳳凰城的投資 它的良率比台灣還高 待會我們要來訪問 楊印超這到底是不是事實 三星電子大跌了6.63% 本周的科技其他的股價 Amazon下跌了0.61% Apple下跌1.53% Netflix下跌1.21% Tesla交出非常漂亮的財報 大漲了21.97% 倒不是他支持川普 是Tesla交出的財報非常非常好 然後因此大出這個市場驚訝之外 比亞迪繼續上漲了2.09% 在中國大陸舊市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上市指數本周上漲了1.17% 深層指數上漲了2.53% 香港恒生指數仍然下跌1.03% 跌幅並不高 恒生科技跌幅1.3% 在幾個中國的企業股價 值得注意的是寧德時代上漲了3.6% 中芯國際下跌4.79% 曾經一度大漲100%多的腦洞科技 本周修正了23.17% 再來阿里巴巴下跌5.12% 騰訊控股下跌2.27% 美團屬於消費概念的下跌了0.27% 萬科這個房地產上漲2.46% 中國宣布了重大的Liber 就是降低相關的一些利率相關的政策 使得整個房地產又有一點棋子回升 那麼雖然升也升不到好那裡去 但至少他的房地產的股票上漲2.46% 碧桂元目前是下跌了0.26% 沒有完全破產的狀況 在虛擬貨幣的部分是一個觀察選舉 非常重要的指標 但是本周所有的人都害怕 比特幣貶值了3.47% 而Megatron前一陣子大漲 現在反而貶值了31.51% 待會兒回到文宣的世界財經中報 我們特別為大家報道 川普最近呢 所以聲勢漲幅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他所談的關稅政策